台北市有很多些餐酒館 西班牙海鮮會飯非常吸引人 但沒有想到這一家店的老闆 居然是一個國際大騙子 這個男的在歐洲詐騙 租車詐騙 炸了高達10億元騙這麼多 但他得手之後 在短短的5年之內 消失在這個事件上 歐美國家這些警察要抓他 都抓不到 然後有一說 說他可能逃到了泰國 菲律賓 越南 但都不是 居然逃到台灣 第一次聽到大騙子逃到台灣 我們是第三世界 還是法化之國嗎 到底怎麼回事 他當初在義大利 陳律的租車公司假出租 結果後來他獲利了10億元 然後從此就逃了 開始人間蒸發 然後當時有傳出來 可能到東方某一個國家 但是都沒有想到是台灣 結果沒想到 就突然間爆出來說 居然是跑到台灣 他是國際通緝反紅哨 通報的對戰 然後他最厲害的是 他躲藏的這段時間 在台北市開了三家餐酒館 而且他不是隨便開 生意爆好 他在2021年的時候開了 被美育成為台北市最有特色 最道地的 而且他在Google評價 高達4.5顆星 去年結束營業 有欠人家10萬塊 跟他有金錢糾紛的 包括了五星級鴨王 零和業 他欠了10萬塊 其實10萬塊 以這個兩個人的身分來講 應該是資偉莫解的 一筆錢 這是他們的生活照片 他的餐廳也非常厲害 但是去年已經收了 移民署現在就告訴大家 希望把他找出來 然後要限制 要請他離開台灣 這個請教淑貝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最好不要讓國際 其他的詐騙犯知道 就是原來來台灣 第一個台灣沒辦法抓他 第二個國際刑警組織 也不知道 因為國際刑警組織 跟台灣是沒有合作的 所以國際刑警組織 他們通緝的對象 他不會告訴台灣 然後台灣在入境的審查裡面 也不會知道說 這個是通緝犯 這個就造成一個很大的漏洞 如果這個事情 變成國際新聞的話 以後這一些 被國際刑警組織通緝的 這些重大的罪犯 就知道說 我們可以跑去台灣 台灣不知道 我們是國際刑警組織 通緝的罪犯 而國際刑警組織 也不會告訴台灣說 這些人是被我通緝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在台北市政府的時候 我們在辦花博的時候 因為花博是國際活動 那個時候台灣曾經短暫的 有跟國際刑警組織合作過 那時候有告訴我們說 有一些是屬於他們通緝的罪犯 才真的有入境 然後我們真的有跟 真的有人入境 對 真的有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 會不會入了很多 我們都不知道 對 所以這個事情是很瞎 就是我們移民署跟我們警察局 居然是因為媒體報導才知道 然後今年趕快把他請走 還有多少在台灣 我們不知道 聽起來有點恐怖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很多長頭髮的女性會用鯊魚夾 這個新聞一定要看 我們看到在成都 這畫面實在相當驚人 成都有一個情侶開 騎這個電動車 結果一摔車 女生的這個鯊魚夾 直接插進她的後腦勺 開了兩次開乳手術 她被毀容了 而且直接變成植物人 大概9月19號的時候 大陸的宜兵一樣也有人走路滑倒 直接鯊魚夾 戳破了她的頭 7月的時候 江蘇一樣穿拖鞋半倒 擦進後腦勺 縫了兩針 還沒有變成植物人 去年12月的時候 一樣也有鯊魚夾變成凶器 女子遇到車禍 擦進她的後腦 然後現在到高家 有人做實驗 這個鯊魚夾 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危險性 但輕輕鬆鬆的 就擦進了這個西瓜 西瓜要請教委 女子的鯊魚夾她沒有打開的時候 是長這樣 對不對 那你在夾頭髮的時候變這樣 那如果角度剛好是可以進到頭皮 然後牛魚撞或摔倒的時候 又是金屬的 她就可能擦進去了 真的不要講鯊魚夾 要是聽過小朋友 小男童被頭髮刺進腳底以後 風風清楚之間嗎 頭髮能刺進去 頭髮 對 你如果剛好角度是又速度快 你們看過網路上有口香糖 吃一吃又放在桌上 一個椰子拿過來 大家好 我是謝大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拜託